医生,关于这个冠状病毒防治专家族的成员 你是不是很好奇 我好像带着氧气 是的,我也感染了 我什么时候感染的呢 谁感染我的呢 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 因为我接触过很多病人 因为我冲在最前面 我总是会感染的 总是一定会倒下的 我今天早上看新闻 状况也很紧急 病人罚病人数很多 控制不容易 有的地方还在蔓延 而且现在脑波性 还对这个病不是很了解 无名的恐慌恐惧 朋友们 作为一个基层的医生 我也有我的看法 确实是这个事 但是有些东西不见得是这样 最后的胜利还是我们的 不急 刚刚开始 我们之后慢慢说 我是1月14号病的 当时发烧 38度 别的一缺症上 不留鼻涕不可收 其东西呢就打嗝 打屁 我为什么去查呢 17号星期五的 我们科室要7年份 当时我就意识到 会不会是这个问题 当时我就跟我们同事打电话 马上给我做个设计 所以坐了一出来看 我双肥有问题 肥炎 折个病 这样就住进来了 当时不中啊 当时也不揣气 不凶闷 就是烧 第一个天还好 第三天也还好 我还自己能够走下去 做CT复杀 复杀CT一看 双肥的病变在增加 增加是我预料之中的 自从CT复杀之后 病情急速 就没有起过床了 兄们 憋气揣气 腹肌困难 要细痒 一天比一天重 我有五天没有起床 第四天第五天很重的时候 我就想到了 我会不会死掉 尾部门三十死掉的可能性 如果四天五天